第四次 警报警报 陨石撞击 能源金河受损 童话王国将于三日后陷入黑暗 这个怎么办啊 白雪 贝儿 熊妹大宝 黑暗魔王 你们要坚强一点 童话王国的未来 还得靠你们啊 可是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由于能源不足 童话王国将进入黑暗纪元 未经之计 只有你们趁务发去找寻能源 重新唤醒童话王国 我们 可是 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走了 你们怎么办 我和凯莉 可以让童话王国的大家 都进入到动物园状态 直到你们找到能源 这样 就可以唤醒大家 拯救童话王国 你们能做到吗 为了童话王国的打架 我们可以 可是 我们该去哪里找能源呢 这是时光机 它会把你们传送到有能源的地方 小精灵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这是我和凯莉 为你们做的魔法装备 寻找能源的路上 困难重重 一定要小心啊 哇 是什么 白雪 这是你的法宝 这是一件 SSS级的法宝 希望 你可以开发出多种用途 去吧 百科全书 我会努力的 贝亚 这是你的意囊 音乐的力量 一直被人小看 你要好好使用 我一定会发挥出它的作用的 这是你的意囊 我一定会发挥出它的作用的 大宝 这是你的意囊 这是你的法宝 急速跑鞋 看上它 没有人能抓到你 但是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哇塞 这也太厉害了 我 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熊妹 这是你的意囊 只要和人对视超过三秒 它就会相信你 记住 意囊时间 只有三分钟 我记住了 黑暗魔王 这是你的法宝 金钟罩 你是五个人力最大的 一定要保护好大家 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 好了 童话王国 马上要陷入冬眠了 出发之前 去和爸爸妈妈告个别吧 好的 小姐姐 你也保住了 他们 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为完待续 下集更精彩 对 请还订务 在这边 下位 就会准备 剃部 抽正 有点 白 if 没有 小姐 我 误